民進黨衝擊第一波 還是先講區域立委 總統大選因為還有59天 各自還會出招 賴清德應該是賴蕭培 蕭美琴也不能選擇 這個時候都要拚命了 兩黨協商共識 一由馬英九前總統 國民黨民眾黨各推薦一位民調統計專家 由民調統計專家檢視評估 11月7號到11月17日 社會各界公布的民調結果 即國民黨民眾黨各提供一份内参民調結果 双方同意若超過統計誤差 由盛者得一点 若在統計誤差范围内 由侯科配得一点 侯科配得一点 11月18日周六上午 由馬英九經濟會 經濟經濟會公布結果 藍白和後兩黨共組成競選委員會 全力輔選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由兩黨推薦至立法委員候選人 部分區政黨票由各黨各自努力 這個還是比較偏向於侯德利 但是政黨這一部分不見了 對 政黨支持度這一部分不見了 對 那就這樣了吧 17號 侯友宜比較有利 除非我朋友猜錯了 我受他影響 不過侯友宜至少沒錯啦 就像朋友留言的 侯友宜至少可以不用辯論 因為如果辯論下去對柯有利 他就不用不用辦辯論 也不用重新做民調 然後現在大概等一下開始看民進黨的反應 民進黨的反應 民進黨衝擊第一波 還是先講區域立委 總統大選因為還有59天 那各自還會出招 那不管是侯科配還是柯侯配 大概在總統局這已經是最強最強組合了 不會有超過這個組合了 然後就看賴清德 賴清德應該是賴蕭配 就看 還會變嗎 這個時候就沒得選 講很硬一點好不好 因為藍白配了以後 蕭美琴也不能選擇 這個時候都要拚命了 所以兩邊都會 簡單講啦 賴清德 蔡英文 他們一定會拿出吃奶的一樣拚 這個時候都要拚命了 那賴清德不曉得說 賴清德的幕僚群裡面 原來沙盤推演裡面 對於PK賽準備的好不好 因為只有59天 只有59天 這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我覺得現在的機會是 猴有機會吃掉顆 如果照目前公布的遊戲規則 目前看起來是對猴相對有利 你會覺得很容易 有一個問題 那或是幾次 你會覺得很容易 有機會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會覺得很容易